28号习近平以大陆中央军委主席身份 主持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两人获搬中国大陆最高军衔 就在同一天 大陆人大常委会通过对外关系法 7月1号实施 虽然不是动刀动枪 但大陆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发表文章 说这部法律是要强化外交的法源依据 运用法律手段针对外国的遏制 干涉制裁破坏等行径展开斗争 一些国家出于私利 对外国实体和个人进行肆意打压 那么这种做法和这种霸凌行径 被国际社会普遍批评为长臂管辖 同样是7月1号 大陆新修订的反间谍法也将施行 国际媒体担心的是 这项法令会让在大陆的外国人士 搜寻跟储存大陆统计资料 变得更加困难 你将反间谍法同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 相关联是没有必要的 中方一贯欢迎各国媒体和记者 依法依规在华从事采访报道工作 近几年接连有多名外籍人士 在大陆被一间谍泄密等罪嫌拘捕 面对外界的担忧 大陆外交部则是强调 任何国家都有权利 立法维护国家安全 TV的熊恩 崔仲群 庄志伟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